開始了嗎? 開始了 好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來介紹的車款呢 是福斯的Tour Run 這個是二代的Tour Run 它的底盤跟就是用MQB的底盤 跟Golf七代的底盤是一樣的 前面是麥花城 後面是多連桿的系統 Golf七代的話後面有分多連桿跟拖一臂 Tour Run的話都是多連桿的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Golf七代的MQB 楊角的話有分大楊角跟小楊角 那今天這個是大楊角 這個是54.5的 它的避震器蠻特別的喔 Golf車系從五代開始 它的前面避震器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所以它的這個固定點的話 看起來會覺得怎麼兩邊都是一樣的 其實它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這個是前方的避震器 那上座的話KT會有附一個上座 阻尼調整的話也是在上方這裡 所以它跟Golf七代的前方的形式不太一樣 因為Tour Run為了要讓它車室裡面的空間 能夠再多一點點 所以它的座倉也往前移 所以前檔的下方 這個上座的話就變成是在前檔下方 所以拆裝的零件的話會比Golf車系還要略為多一點點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後方的話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它的彈簧比較長一點點 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這個就是還蠻典型的歐系車 它的底盤的懸吊 它的阻尼沒有做的像是 像Auris 或者是12代的Artis 它的TNGA的底盤 它的懸吊系統其實跟這個很接近 只是TNGA的系統 它的筒身擺設的位置比較靠近車前 所以它的筒身的長度比較短 阻尼也會做的比較強 如果在相對一樣的位置情況之下 Toyota的車系它的阻尼會做的比較舒適 比較軟 那這個底盤其實經理自己覺得 它的底盤原廠的設定 其實就已經相當不錯了 那為什麼要改KT 改KT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車高的話是可以升降的 可以隨著車主自己的需求來改變車高 第二個部分是阻尼軟硬的部分 原廠它沒有辦法調 原廠設定就是這麼樣子 KT的話可以調軟 調到更迎合車主自己想要的一個駕駛感覺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那後面的筒身上座 大概從Golf 4代開始 4代、5代、6代、7代、8代 它的後面都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都是需要沿用原廠 它的上座有一點斜度形式比較特別 那一個上座如果不要泡到油 油漬的話其實它上座不太會畫 因為它的上座結構滿簡單的 所以上座也滿耐用的 我們這個上座就直接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裝上去的樣子大概像這樣 如果前一代的5代、6代的Golf底盤 它的避震器是固定在羊角這裡 所以這裡到上面的距離就比較短一點點 7代的話延伸到直壁這邊 它跟Elantra AD的一個方法 形式比較接近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避震器的上座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往順時針變硬、往逆時針變軟 KD的話有附防塵套、有附饅頭 這些零件都不需要用原廠的 而且這個密合度相當的棒 可以直接密合住 那這裡的話這條彈簧是6公斤的 在這個彈簧的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的 NQB的底盤有一個蠻厲害的地方 像這種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一般後面的話大概都只能調竖角而已 調這個角度而已 可是NQB的底盤 不只竖角 有一顆單獨的調整螺絲可以做調整 連這個仰角 這個上仰角的內部 也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調整這個Camper的角度 所以它的角度的話 有兩個地方都是能調整的 如果車高改變的幅度沒有特別大的話 其實就不用上仰角調整器 原廠的兩顆螺絲 就能夠做出不吃胎 比較漂亮的一個數據 所以這個的話 下方支閉在這個 這裡是在調竖角的 拍得到嗎 拍得到嗎 這裡 在這裡 那上方的話就拍不太到了 需要鏡頭從這裡拍上來 在這個地方 看得到我的手指頭 這一顆螺絲就是在調整後方的竖角 好 那這一台車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經理之前都有講過拖一臂的系統 這個不是拖一臂 可是像彈簧跟桶身分開的結構 有一種狀況比較忌諱 就是我們把桶身縮得太短的時候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那乘坐起來就不好 那這個的話 它 雖然有辦法安裝上的失誤 可是因為它結構設計的關係 也不太有辦法 把桶身縮得太短 彈簧預載過多 簡單來說這樣的懸雕系統 有稍微有一點防待的一個機構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前方的 前方的話 桶身這一條我記得是配七公斤 這一台車我們配置七公斤的彈簧 那也是配一個燈籠狀的 燈籠狀的話 它的彈簧長度不長 可是會兼顧到舒適跟操控性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彈簧 離載串的話就直接引用原廠 如果改可調式的 有的不同件的改法 這個離載串的話 會附一個可調式的離載串 但可調式的離載串 我們很早很早很早之前的 Golf車系也是這麼設計的 但可調式的離載串 它的感身比較粗 很容易會有乾涉的問題 這個感身 那角度的話 調整正確了 也要有兩顆螺絲 把它予以固定 可是如果沒有安裝 固定好的話 也有可能 會有一個應應的狀況 所以能夠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跟Golf的期待很接近 可是它的座倉往前移 所以它的上座 就變成在前檔玻璃的下方 所以如果要拆裝的時候 變成這個飾板 這裡有一個飾板 需要拆開 才有辦法拆得到這避震器的上座 那在上座的話 KT有附一個新品 在上座的中間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的 往順時針 這個方向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就是變軟 那左邊跟右邊 兩邊的阻鈕段數的話 建議要調一致 前後的話 可以不用調一致 沒有關係 以上是今天 福斯圖讓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